当时我在台上有一个特别细微的一个表现的方式和动作 从一个平台上扑通掉下来 他见了我之后他说 你那个戏当时你有一个什么什么形体动作 特别有舞台效果 所以小冰是个有心人 有心的兄弟 观察力微的你 后来我发现我感到有一种威胁的力量 因为我曾经被别人誉为中国这个农民专业部 我说我这个专业部又来了一个 我以后还得养孩子养家对吧 这玩意儿就没戏牌 来个戏牌 没戏牌这怎么生存了以后 后来他果然他开始跟我打泪 他演了一系列不错的绝对非常精彩的农村 我印象很深 但是美丽的田野里面演那个春主任好像是 然后你那是洪七浦 那时候农民也是他的生物 哎呀 那么是这样 那个各家发白面有没有清单产 你也没告诉我 那晚上你告诉我 哎 你不是说白送了 你可他有意思了 选上白送啊 选不上还白送啊 那我脑袋得多大呀 除了门我得挂耳朵 你们这种这个表面好其实民政暗斗的关系有多少年上了 好朋友是装的对不对 必须的 必须明争万斗 你们俩一直是明争明斗 我觉得好就从你俩的花顺衫上来讲 有点珠连臂的感觉 珠连臂 珠连臂 天一无 凤 与岸祺 美 挺好到位了 我和你呢 我怕他做出一诚意 我们俩接不上才丢脸 我出生在 美丽的黑龙江 在奇迹哈尔 那个 现场有是吧 来来站起来 你知道他是奇迹哈尔人吗 知道 用奇迹哈尔的话来说一说 这个珠小平在你心中会印象 很严美 还有呢 有点阳刚的感觉 有点啊 他哪谁更阳刚啊 都挺阳刚 两人进了一个团以后 那当时他已经是著名演员了 你怎么是跟他 把关系一下 他是这样 不是我 我觉得他呀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他有一个勋长的那样一个 一个情怀 我进团的 我估计 我给我的印象特别 特别的不长时间 也就15天到20天左右 他介绍我上一部电视剧 八级的叫青山微动 为什么介绍 我不知道 就是大概 我觉得他还有一种 就是就是勋长那种 对小兄弟那种提醒 关照啊 关照 其实他介绍谁都可以 因为 务里面对我说